各位好,本专题是臂履一纸型 那现在就来为各位介绍有关于此APP的操作内容 首先点选APP图示 进入首页后可以先行点选左下方的关于 进入关于页面可以查询有关本APP的各项服务 另外我们的APP可以透过扫描QR Code的下载,非常方便 接下来回到首页 在首页我们提供了臂履的四线行程以及住宿膳食分配表 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从臂履回来了 而本班在臂履中所走的路线为B2行程 所以就点选B2行程进入行程页面 在行程页面我们提供了三天的各项行程清单 首先可以点选第一天的行程之一 进入之后我们提供了有关于该景点的文字简介 以及在最下方我们有放上预计的期期时间 以便不清楚行程的同学可以查询 接下来回到行程页面 若是想要再查询关于该景点的大略位置 则可以点选右方的圆形简头图示 点选之后会进入Google Map 此时就能知道景点的所在为止了 另外在行程页面的下方处 我们有放上住宿及膳食的连接按钮 若是想查询桌号及组员 可以点选右方的膳食按钮 进入之后点开各班的折合式清单即可查询 若想接着查询住宿房号 则直接点选下方的住宿按钮 进入之后点开各班折合式清单即可查询 另外我们在住宿分配的最后一个清单 有提供了学校主任、教官以及各班导师的房号 以便同学在紧急时可以立刻寻求帮助 接下来回到首页 在首页我们还有提供了联络的服务 在联络页面我们提供了学校的教官室、学务处、辅导师、教务处的各处电话 以及旅途在外时非常需要的紧急救难专线112 点选之后可以直接连接至手机的拨打界面 那现在我以本专题小组的联络电话作为拨打范例 拨打成功 接下来回到APP首页 如果想要结束程式 我们有提供了一个结束的按钮 让程式在结束之后可以不占用手机的资源 接下来回到第一等线ç knot 就可以如果心碎埃 Tom 开一部把词 Mm 感谢观看